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光影流转》,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泰坦尼克号中的冰山模型实为白色油漆 内摩,小六子,可以先等我们说说泰坦尼克号中的冰山模型实为白色油漆 当然,亲爱的听众们,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电影史上的一段趣闻 那就是1997年詹姆斯·卡梅隆导演的电影剧作《泰坦尼克号中》 那个臭名昭著的冰山竟然是用白色油漆制成的 是的,你没有听错,那个导致不沉传泰坦尼克号沉没的冰山 实际上是一个巧妙的道具 首先,我们得明白,电影制作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 在20世纪90年代,虽然电脑生成图像,CGI,技术已经开始展露头角 但在很多情况下,实体模型和实景拍摄仍然是创造电影魔法的重要手段 泰坦尼克号的制作团队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 如何在摄影棚里重现一座真实的冰山 现在,让我们来揭开这个冰山的秘密 首先,制作团队并没有去北极捕获一个真正的冰山 那样做既不实际也不经济 相反,他们使用了一种古老而又简单的技术 就是用白色油漆和一些巧妙的灯光效果来模拟冰山的质感和光泽 这个冰山模型是由木架和金属框架构成的 然后覆盖上了特制的材料 最后涂上了白色油漆以模拟冰的反光特性 这个冰山模型的尺寸足够大 以至于在荧幕上看起来既庞大又威胁 但实际上,它是完全无害的 如果你不小心撞上它 可能最多就是弄脏了你的碗里服 这个冰山的幽默之处在于 尽管它在电影中扮演了一个如此关键的角色 导致了泰坦尼克号的悲剧 但在现实生活中 它只不过是一堆精心装饰的道具 这就像是在历史的大舞台上 有些看似不起眼的小角色 却能在关键时刻改变整个剧情的发展 最后,这个冰山模型的故事提醒我们 电影中的魔法往往来自于幕后团队的创意和心情工作 下次当你在看泰坦尼克号时 不妨想想 那得看似冰冷无情的冰山 其实是由一群有着温暖人心创意的艺术家们 用白色油漆和一点点电影魔法创造出来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亲爱的听众们 今天我们聊的是泰坦尼克号中的冰山模型 实为白色油漆 在这部电影中 这个冰山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导致了泰坦尼克号的沉默 但在现实生活中 它只是一个巧妙的道具 由白色油漆和一些灯光效果构成 制作团队使用了古老而又简单的技术 来模拟冰山的质感和光泽 他们建造了一个由木架和金属框架构成的冰山模型 然后覆盖特制材料 最后涂上白色油漆 这个模型在荧幕上看起来庞大而威胁 但实际上是无害的 所以如果你不小心撞上它 可能只会弄脏你的顽礼服 这个冰山模型的故事提醒我们 电影中的魔法往往来自幕后团队的创意和心情工作 在泰坦尼克号中 这个看似冰冷无情的冰山 实际上是由一群有着温暖人心创意的艺术家们 用白色油漆和一点点电影魔法创造出来的 所以亲爱的听众们 下次当你在看泰坦尼克号时 不妨想想那个冰山模型背后的故事 欢迎你们参与讨论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